星期三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要在2020年实施新宪法 并且明确提出将自卫队写入宪法 安倍这次重提修宪的背景还有目的是什么 而中国方面又有何反应呢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基因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有关情况 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看到安倍将自卫队写入宪法 它的主要目的到底在哪里 而中国方面一向是持反对立场 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日本将会重返军国主义的道路 那么对于安倍的最新说法 中国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玉文 刚才你也提到昨天5月3号是日本宪法实施70周年 而就在这一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个呼吁修改宪法的集会上 发表了视频讲话 其中提到要在三年后的2020年实施新宪法 并且明确提出要将自卫队纳入宪法当中 我们知道日本宪法的核心是放弃战争 这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而在实施宪法的七年以后 日本宪法七年以后 1954年日本组建了自卫队 为此自卫队是否违反宪法 一直备受争议 而在长期以来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上 很少有人提及自卫队这个敏感的字眼 而这次 安倍首相突然提出将自卫队纳入宪法当中 引起了日本舆论的普遍关注 有分析认为 这其中的背景之一 就是日本的安保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面对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 人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卫队的问题 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也正是借此之机 以此来推动人们讨论自卫队是否可以纳入宪法 而从此来终止日本宪法是否违反宪法 自卫队是否违反宪法的这一争议 但是面对日本首先安倍晋三 提出2020年实施新宪法的这一目标 日本舆论的看法有各种 有分析认为前景还是不容乐观 首先要遭到来自在野党的反对 另外明确提出了自卫队纳入宪法的这一说法之后 或许会引起国民的更加的警惕 为此有分析认为 安倍首相这次提出 在2020年实施新宪法的这一目标 或许是他将自己的政权命运下了一个赌注 另外中国方面立即对安倍首相的这一动作作出了回应 就在昨天当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由于历史原因 亚洲邻国对日本修改宪法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 中方希望日方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宇文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新发展 对于中日关系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谢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详尽报道